好 倒 倒 倒 回方向 好 倒 好嘞 再倒一点 往前上点 好 倒 倒 好 停 停 好嘞 马哥慢点 马哥里面行 好 欢迎光临我们历春院 马哥 来来来 马哥 来来来 好 好了 马哥请进 马哥 里边请里边请 马哥来了 来了 欢迎马哥两个 马哥丢了 就他两个 好嘞 马哥 你真好 太好了 马哥快坐 快坐 马哥是第一次来吧 对 今天一定要玩爽哟 好 马哥 来 喝杯酒 起码不喝酒 喝酒不起码 这是最起码 马哥 咱这儿有代价 有代价 那就喝点吧 行了 行了 你跟着走吧 好嘞 这没那事了 大爷 来来来 这行 大爷 你们这儿都什么价位的 十两块餐 三十两豪华双人餐 五十两罗马风情西式套餐 一百两至尊无敌销魂自助餐 一百两 你上什么废话 快三十字 走吧你 大爷 用意身体啊 拿着 给楼上的菊花阁送去 快点 好好好 我要制服 你要制服谁啊 我要制服诱惑 爷 你要什么类型的 反正这些穿着暴露的 我都不喜欢 庸素 没撇位 独了 你 你 这位怎么样 这谁呀 常山赵子龙啊 那我 我什么主题啊 当然是七进七出了 好好好 主公请 请 紫龙请 爷 你玩得开心啊 爷 慢点 出去出去出去 给爷换个大的 爷 这还不够大呀 这是我妈都快五十岁了都 我说的是凶大的 你来吧 哦 满月 哎 哎呦 大爷 这个好 这是 我来啦 你来吧 宝贝 爷玩得开心啊 你个小猪崽子 告诉你多少遍了 不要告诉客人说老娘岁不岁大 你傻呀 你的老姑娘 你客人来了 哎 来啦 大爷玩得爽不爽 爽啊 好的呀 你慢点 家 师父 家 家 家 师父 客人要的边的 家 啊 啊 啊 师父 啊 啊 啊 爽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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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喝多了 哎呦 你休着点啊 哎呦 哎呦 这位爷 你怎么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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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干个屁呀 可把屋子收拾了 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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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哎呦 不是说有 在家吗 哎呦 哎呦 这不可在家呀 哎呦 怎么醒来啊 哈哈 我叫伟小宝 是立春院的归宫 我的工作忙碌而充实 虽然我身边 每天都充斥着各种莺莺艳艳 但是只有右手才是我永恒的陪伴 直到有一天 她的出现 让一切有了改变 她叫双儿 自从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了她 我就爱上了她 来 给我来一个 给我来一个 来 您的花 来 欢迎再来啊 来来来 来来 双儿 我买花 好 好 你自己挑吧 好 好 我挑这个 好 好 双儿 此时此刻 唯有一首歌能表达我对你的爱 是谁 在敲打我 我敲的 咋的 大大大哥 是你啊 看你上次代价 给我摔成什么比样了 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 大哥 你就放我一马吧 你把我的马放了 你就应该想到 我不可能放你一马 来给我修 一起 一个 我们一下 没有 不 是 这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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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到这儿了 掉头 上高速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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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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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别看了 走吧 帅儿呢 我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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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着火了 娘 儿子 着火了 你干嘛呀 这是酒 快走 快走 我是你亲上的吧 二二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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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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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兔崽子 你 你 你叫死老娘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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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手机这么一群 你给我站住 你 你别跑 小兔崽子 老娘 快走 你 难道这是爱情的力量 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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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儿我要给你个惊喜 我也给你一个惊喜啊 帅儿 帅儿呢 帅儿 帅儿进宫选妃去了 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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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 双儿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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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 他是你朋友吗 我不认识他 走 驾 来客官 您随意瞅瞅啊 多个好东西 我帮忙看点 看一看吧 孽缘呢 给我走 站住 站住 没人催我呀 过来 别跑 站住 站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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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像哪儿也是 还是 来 别烧 不上 楼肠 这是那么凉太了吧 对吧 是什么我记得 快快快快快 快 下 快快快快 快走 快快 快 快快 快 快快 快 我给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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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怎么跑到这儿来泡澡了 娘 我要进宫这双二 你个小兔崽子 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以为皇宫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车到山前必有路 要想进宫必先刺宫 刺宫就刺宫 那我们以后岂不就成姐妹了 姐妹就姐妹 你要是敢进宫当太监 以后就别管我叫娘 姐 保重 好 好 进来 进来 来呀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快点 算了太监了 是啊 进去 来 躺下 躺好了 别乱动啊 俗师爷 在您的见证下 这将是绝后刀切下的第七千五百二十七只宝贝 小琪琪 师父 能不牵吗 那你得看我的刀 打不打应啊 是不是刀打应了 你就打应了 对 刀好像打应了 快吐 notion 对不起言 怎么会想不过 怎么 dp 快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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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晰点晰点 好 快 还挺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正式成为宫中的秀女 不过 想要服侍皇上 还必须得经过 最严厉的筛选和培训 五官玲珑秀美 面如桃花 名谋好耻 眉目如画 身材鸟鸟亭亭 翘臀曼妙 朱元玉润 粉嫩如雪 阳枝玉露 偏若惊鸿 最重要的是 还必须有能够匹配天子的血脉 别紧张 为了伺候皇上 这点痛是值得的 为小宝 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康复呢 我怕扯着蛋 有蛋吗 我身体好恢复得快 对了 你们谁知道选妃子的姑娘们住哪 想什么呢 你都不是男人了 还想什么姑娘 再说了 太监私自找孝女 那可是要杀头的 海公公到 这海公公可是宫里的首领太监 是吗 这可听说啊 他武功高强 杀人无形 咱们可得小心点 是是是 说的是 你们谁愿意去伺候万岁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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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去 我 我 我 你 跟咱家走 我 会武功吗 公公 奴才不会 你咋唬 公公 就是他 这小子那功夫 太他妈神了 那家伙把我刀都整肥了 这还不算呢 后来你知道怎么糟了 那等手一下 把我祖先护腾给你 华人杀 你咋唬 我 我 都 我 都 我 你 我 我 我 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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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呀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难得 你是个练武的奇才 所以 我打算把这花谷绵掌 传授给你 以后你就接咱家的班 而保护皇上 不不不公公 你挪才真的不会武功 真的不会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起来吧 谢师父 把你那个神奇的功夫 给咱家比划比划 好 好 我叫青儿 家是苏州的 你呢 我叫双儿 我是扬州人 你为什么选妃啊 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呗 你呢 我娘去世的早 我爹又得了重病 家里啊 为了治病花了不少钱 现在 全家人的希望 都寄负在我一个人身上 要是能选上妃啊 我爹就有救了 放心吧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你要是不嫌弃 咱俩做个姐妹呗 以后啊 在这皇宫里 也好有个照应 我怎么会嫌弃呢 我啊 我岳疑 算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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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启臣丹田 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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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里啊 当然是因为你啊 因为我 你 哦 还在 还在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要是被人发现了 我们都得死 双儿 我们找机会离开这里吧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生活 不可能 什么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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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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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挺 啊 朱爱卿 今日有何事要奏 皇上 臣有本要奏 敖中堂请讲 臣请皇上 将京城八旗御林军兵符交给臣 臣自会负担起拱卫京师 保卫皇上的重任 敖中堂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朱爱卿 你们有什么意见 皇上 京城八旗御林军十万之重 乃是我大清精锐精力 一直以来由臣等分别握有兵符 现如今敖大人想独权一人 臣认为此举难以负重 老夫内先帝钦锋的辅证大臣 你公然与老夫作顿 便是质疑先帝 皇上 臣并无质疑先帝之意 臣只是觉得敖大人如此行径 实在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放肆 朝堂至上口愁狂言 今日你敢反先帝 他日必反皇上 老夫今天就除掉你 一决后患 皇上 臣自作主张 清除叛逆 还望皇上误冠 侯重堂 永贯三军 忠心可见 将金城八旗 越连军的兵符 交给敖中堂 朕再放心不过 谢皇上 打死你 傲败 打死你 傲败 你这个死傲败 竟敢不把朕放在眼里 你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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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公公的关门弟子 对 海公公的身体状况 收徒弟 应该就是关门弟子了 哎 你这话说的 我今天要不揍你 我晚上都睡不好觉 那你来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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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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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你了 交住你就别让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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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打我 我帮你屁股打烂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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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公奴才敢跟皇上动手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下辈子多长只眼睛 慢着 你叫什么 奴才叫尾小宝 海大夫 在 朕看这个小宝挺有意思的 以后除了跟你练功之外 其余的时间就跟着朕吧 奴才遵旨 谢皇上 谢皇上 小顺子公公 咱们这是去见皇上吗 到了你就知道了 公公 这是哪儿啊 还是不对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老夫找到最好的处女惊喜 大人息怒奴才一定尽力 你 小宝 朕觉得你这个功夫是越来越神奇了 但是 你这个字啊 写错了 奴才没读过书 朕可萨哈大人觐见 朕可萨哈大人觐见 臣 朕可萨哈叩见皇上 朕大人请起 谢皇上 他 朕大人 做了 逐县 朕大人 朕小殿 王红 朕大人 朕大人 可萨哈 朕大人 朕大人 将军权在握 企图独揽朝政 所以臣打算辞去扶政大臣一职 去为先皇守灵 这样一来 扶政大臣自然就解散了 皇上便可以亲政 可是这样一来 苏大人你就 皇上 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更何况名利呢 臣相信皇上一定可以为我大清朝 开创一个太平盛世 你这两天有看到清儿吗 没看见 他刚跟小春子公公出去 就没见回来了 那他能去哪儿呢 这可不好说 不过呀 这宫里的事儿 还是少打听为好 好的 谢谢啊 咱们是姐妹吧 对呀 抛出一切杂念 即全身之气力与右手 感觉 感觉你的右手在燃烧 画骨绵掌 不过 公公 公公 我脑子笨 练不成画骨绵掌 不过这味道还挺 是 您来个鸡腿 咱家气饱了 皇上 不过 臣已向内务府 请辞辅大臣一旨 并代表天下百姓 恳请皇上亲政 苏克萨哈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说出 让皇上亲政 这种大逆不道之言 哼 笑话 皇上亲政 何来大逆不道 皇上尚且年幼 如何能坐稳这大清江山 分明是 你多年来贪赃王法 事到如今害怕东窗事发 被自己想出的权益之计 悠悠万事 功过 自会有人评说 皇上 臣建议 将乱臣贼子苏克萨哈 出去盯带 发配充军 熬中塔 无凭无据 怎可将苏大人发配充军 请辞辅政大臣 已是对先皇不敬 让皇上亲政 更是别有用心 如果皇上实在不同意 那这坏人 就由老夫来做 总之老夫绝不允许 这大清江山有半点差池 慢 请按照我重头 说得半吧 来人 在 好拜 你会造天谦的 走 皇上 皇上 走 走 走 你还真以为熬医的 敖大人只是发配你去冲军啊 现在我们就替敖大人解决了你 宋大人 快 快 快走 宋大人 来 宋大人 来 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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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没事吧 苏大人 想不到是你救了老夫 你快走吧 苏大人 跑得越远越好 替老夫照顾好皇上 放心吧 苏大人 放错了 小宝 多亏了你 不然苏大人肯定难逃此劫 对了 你确定敖拜的人 不会找到苏大人吧 皇上 苏大人他自己都不知道 该跑哪去 敖拜的人怎么找啊 苏克萨哈这么一走 敖拜和他的党羽在宫中 就更加无所顾忌了 这个咱慢慢再想办法 对了皇上 新秀女进宫有一段日子了 不如叫他们来表演才艺 让皇上高兴高兴 算了 朕哪有这个兴致啊 皇上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觉得该轻松一下了 好吧 换换星期也好 嗯 秦大人恕罪 对了 跑了就跑了 从此之后 朝中再也没人敢与老夫作对 就让苏克萨哈 当个山野村夫 苟且偷生吧 大人 那皇帝身边那个毁神奇功夫的小太监 哼 这点小把戏 老夫岂会放在眼里 大人圣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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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有 好 操 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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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将他加入天牢 这是我在御膳房拿的 快尝尝吧 你这是什么 外门邪道的功夫啊 我这个可厉害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赶紧吃一点吧 别饿着了 现在可能只有你 还记得我这个将死之人 双儿 你为什么要刺杀皇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爹娘 就被官兵杀害了 是天天会救了我 从那以后 我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我死不足惜 只可惜 我没能杀了那个滚皇帝 双儿 你知道赐王杀价 是多大的罪吗 你这样牺牲自己值得吗 再说了 皇上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坏啊 他还不够坏 他只知道在皇宫喝酒享乐 根本不知道 外面的百姓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样的狗皇帝 我做亏也不会放过他 双儿 你越说越离谱了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皇上 怎么样 那个女刺客交代了什么 还没有 小宝你说 朕每日操劳国阵 一心为民 怎么 怎么就成了昏君了呢 居然还有人想要刺杀朕 皇上 奴才说句不该说的 您从小到大都待在紫禁城里 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想 您要愿意到民间去看一看的话 奴才相信 一定会找到心中的答案 小宝 陪朕微服出宫 好 让一下 开车了 开车了 让一下 让一下 北老板 等会儿多少钱一个 十块钱一个 行 这个 这个 都要了 哥哥哥哥哥 我们来玩游戏吧 好吗 你先出 妈妈 妈 你先出 好吧 我先出 来 小宝你看 那两个头上插插草的孩子 多可爱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 皇上 他们头上插草 意思是要卖掉自己 二三四五六七 我怎么走不住啊 你们为什么要卖掉自己呢 我们的爹娘没了 我们要安葬爹娘 而且我和妹妹也要生火 你是要买我们吗 叔叔 你买了我们吧 用不了这么多 拿着吧 这些是送给你们的 安葬好爹娘 好好照顾妹妹 谢谢叔叔 叔叔你真是个好人 醒醒好啊 醒醒好啊 给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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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可怜吧 求求您 给点吧 小宝 他们的衣服 倒是个别致啊 皇上 他们都是流民 衣服都是捡来的 流民 朕的天下还有流民 小宝 那是吃什么呢 那么多人 皇上 您要是饿了的话 前面有酒楼 看他们吃的挺香的 一定很好吃 走 咱们也去尝尝 这肉还挺多啊 这什么饭啊 这肉这么硬 这饭也有问题 这叫鲜米 鲜米 谁先吃的米 鲜米不是米 也不是给神仙吃的 鲜米就是白沙泥 那这肉呢 树皮 怎么能给人吃泥和树皮呢 这太不像话了 今年北方受灾 粮食紧张 所以穷人们只能粮食 颤着这些东西一起吃 好 识相的 今天痛快把分子钱给爷交了 你又不是官府 凭什么收我们的钱 就凭爷爷是齐人 你押在齐人地盘做买卖 就得交钱 我们没钱可交 给你爷脸不要是吧 来啊 我把他破坛的给我掀了 好嘞 你们干什么 住手啊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过分 过分的还在后头呢 我今天连你这一起打 给我打 住手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 强取好赌 简直无法无天 我去 还来一个多管闲事 你谁啊你 我是 他们的亲戚 还真是他们穷人亲戚多啊 跟我一起打 干什么 这还有没有王法 我就不相信 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们 小宝 报官 报 报报 爷都要看看 你今天有什么能耐 天呐 别人管得了 他们不仅砸了我们的书摊 还想动手打人 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嗯 八爷 你还有何话说呀 没有 好 本官心目中 已经有了定夺 来人 先给我赶他五十大板 爬去 爬去 我又没犯罪 凭什么打我 没犯罪 汉人和奇人打官子 就是汉人的罪 满汉平等 奇人 汉人 都是大清的子民 放屁 奇人和汉人岂能平等 来来来给我小的 住手 你身为一方父母官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竟敢在这光堂之上 明目张胆的寻思偏袒 如果每个官员都像你一样 那要这大清律法有何用 大胆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当地的皇上 在这大堂之上我最大 今天我还不打搭了呢 我今天我就先把你打服了再说 来 给我掀点汤 五十大满 住手 当即圣上在此 谁敢放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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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皇上 小人永远无助 小人最该把死 其他人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 皇上都敢打 反了你 皇上 为臣知罪了 你叫什么 小的 小的 小的叫薄吉利 伊尔哈 我八旗子弟 居然有你们这种败类 真是令这心寒 薄吉利伊尔哈 除去顶带花铃 交由宗人府 严查严办 八爷 驱逐出奇 严查全家圣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之宗人顾 你约你 约束管理好自己的家族 方能治理好国家 唯有满汉一家 方能平定天下 说得好 朕再敬先生一杯 谢皇上 请 想不到朕与先生的一面之缘 竟然如此投机 皇上 你我是一面之缘 可是 自从你出宫之后所做的一切 在下都看在眼里 孩童是名 流民义是名 皇上慷慨是恩 乃是恩责万民之举 皇上贵为天子 却不愿放弃一碗树皮沙土做的饭食 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啊 先生 我打断一下 你到底是谁啊 天地会 陈进南 陈进南 天地会 天地会不就是在宫中 皇上 在下知道 今天这酒是不能再喝了 在下最后说一句 也替天下的百姓说一句 希望皇上 永远能够像现在这样 爱民如此 公私分明 永远做一个好皇帝 如果皇上能够做到 那么天下 就永远没有天地会 告辞 这一路所欲之事 让朕很是震惊 要不是那个绣女的一刀 朕也不会知道 这民间疾苦 要不是那个绣女的一刀 要不是那个绣女的一刀 朕恐怕 永远也看不到 这么唯美的场景 皇上 那个绣女 到现在还关在宫里呢 回宫之后 传朕旨意 给些银子 放出宫吧 谢皇上 大人请看 这是谁的血 叫双儿 好 你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谢大人夸奖 双儿 说 双儿呢 下午被敖拜大人的手下 接走了 说是什么 行 是啊 响 晓愿啊 太酸了 老夫的这件笼袍 能够巧将用金丝银线打造而成 不禁华贵 而且刀枪不入 这么厉害啊 满清江山 是我八旗子弟将士们 用鲜血打下来的 一个小毛孩子 根本没有资格坐拥着打好江山 我等愿誓死追随大人 大人 天下兵符尽在您手 只要大人一声令下 微臣愿第一个冲上金殿 将康熙首级取下 对 康熙首级取下 老夫户戎马一声 更是被军中奉为战神 所以越是到了这个时候 就更不能背上个 弑君篡位的骂名 如今我已找到最佳女子 明日八月十五 渊源之夜 老夫的射魂大法神功大臣 让康熙主动让位给老夫 这不是少费一番周章 大人赦兵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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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咱家让你好好的练功 你竟然偷跑去了敖拜府 要不是咱家赶到的吉时 你已经没命了 公公 我只是想替皇上去查查敖拜 用不着你去查 你的任务 就是学好画骨绵掌 将来好保护皇上 我知道了公公 敖拜竟敢撕制龙袍 意图谋反 来人 皇上息怒 如果贸然搜查 还没有查到证据的话 恐怕会打草惊蛇 那你说怎么办 皇上 你今晚可以在宫中设中秋晚宴 宴请敖拜和朝中老臣 到时候奴才就有机会 偷偷地潜入敖拜府 等你将龙婆偷回 当场戳创敖拜 朕再让事先埋伏好的侍卫 一举将其拿下 你放开我 我知道了 清儿一定是你杀的 老夫很快就让你们姐妹团聚 大人 大人 树下担心 这会不会影响大人的计划 不必担心 今夜此事一过 立即将这女子带入宫中 老夫便在皇宫之中 炼成神功 射魂康熙 朕登基以来多亏了众恩爱卿的福祖 才能走到今天 中秋月美 家团圆 这第一杯酒 朕要感谢在座的众恩爱卿 谢皇上 老夫有句大不敬的话 皇上毕竟年轻 有些事情还是畏手畏脚 没有一国之君的气势 熬中堂说这话 朕听不明白 老夫是个武夫 说不出那些文邹邹的大道理 老夫只知道 大清江山是打出来的 现在大清兵强马壮 正是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 发动战事 势必劳民伤财 朕实在不愿意 看到朕的子民和将士 终日惶恐 担惊受怕 驰骋江场 浴血沙敌 方显我大清将士之威武 何来惶恐 好了 今日是中秋佳节 我们不谈正事 朕敬熬中堂一杯 感谢熬中堂 为我大清江山 立下的汉马功劳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听到没有 你放开我 你听到没有 你要干嘛 让你安静一会儿 只要你闻一下 马上就会睡过去 住手 你要干嘛 让你安静一会儿 不要 快 怎么了 小宝 双儿 你先走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 我回宫一堂 然后来追你 双儿 我必须得回去 如果我没来追你的话 你就跑 跑得越远越好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不能让奥白看见你 你快走 走 快走 皇上 天色也不早了 明日还有很多朝中事物要处理 老夫就先告辞了 郝中堂 再等等 皇上还有什么事吗 郝大人 我知道你着急走 但是天气凉了 您是不是得穿件衣服呀 别着急 我给您带来了 不过 你这假龙袍做得也太假了吧 大胆 大胆额败 你竟敢撕制龙袍 既然你们不要体面 那就羞贵老夫无情 你把我往下 把我往下 快 快 把我往下 啊 你三番五次 对老夫玩动着小把戏 老夫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功夫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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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来的正是时候 今天真是个圆满的日子 老费 皇子免长 你这个燕儿竟然也敢出老夫动手 简直是罪不量力 没想到 你能当初画骨绵杖 老夫连的是至义至功 那就去应远皆无阳刚之力 所以你们的任何武功都奈何不了老夫 老夫 欧大人 你有所不值 并不是所有的太监 都没有阳刚之力 小宝 小宝 我爱你 逃出一切杂念 其全身弃力于右手 赶军 你的右手在燃兽 赶紧换命长 小宝 小宝 叫羽衣 快点羽衣 全部的羽衣 小宝你醒醒 小宝 你不能丢下我小宝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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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儿 你醒啦 你好点吗 喂小宝 你这个大骗子 皇上 皇上 我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太贤 你天天帮朕出主意都是假的 你为了追双儿 一直在列入朕 皇上 奴才罪该万死 既然罪该万死 那干脆就不要当奴才了 皇上 老拜都没能杀了我 你要把我杀了 那我得多亏啊 杀你 朕可没有这个闲工夫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朕认了双儿姑娘做一妹 现在啊 朕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要找个妹夫 谢皇上 谢皇上 治国之道 必先复明 民安则国泰 民乱则国威 这些道理 朕在圣贤书里都读过 但朕一直都有些不明白 可就在朕走出宫 走到百姓身边时 朕突然就明白了 齐人是人 汉人也是人 人和人之间 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 从今日起 凡是我八旗子弟 无论为民为官 如有仗势欺人者 一律驱逐出奇 另外 今年南方北方 都有不同程度的灾情 朕决定 减免灾区 三年赴税 并调拨 白银五十万两 赈脊灾民 众爱卿 觉得意下如何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参传了 七公子 雷 他已经是�诚的 很严重 晚上 白银 秋 拉 朝 夜 康熙已经签证 你可以进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